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帝霸凌在京兆通话门东四十里白鹿远北凤凰嘴下 2011年开始 汉林考古队对凤凰嘴展开了调查勘探工作 虽然采用多种技术 经过多次勘探 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工修筑的墓葬 那么 文帝霸凌又在何处呢 早在2006年 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白鹿园上的江村附近 发现了一座高等级的汉代大型墓葬 考古队根据这个线索经过勘探 复合 发现江村大墓是一座亚字形特大数学土矿木果木 地面无风土 其四周分布着一百多座外藏坑 外围以卵石铺设陵园石为界 四面正中均有门雀基质 江村大墓以东八百米处的窦皇后陵 现存富斗行风土 墓葬形质与江村大墓相同 周围有十多座外藏坑 外围夯住原墙 考古队还发现了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 形成维合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大陵园 大陵园内还有四座建筑遗址 两处二十三座外藏坑 其外还发现了陪葬墓 小型外藏坑 桃窑遗址等 江村大墓及其周边遗迹 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 与高祖长陵 景帝阳陵 五帝茂陵等西汉地陵形质要素相近 平面布局相似 整体规模相当 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 因此可以确定江村大墓 即为汉文帝霸灵 2017年开始 考古队对霸灵陵区的十七座桃窑遗址 八座外藏坑 四座陪葬墓进行发掘 出土了各类文物三千余建 考古队在对霸灵进行工作的同时 也对毗林的伯太后南陵展开考古勘探与发掘 南陵陵墓由副斗形丰土亚字形墓穴组成 丰土向西严重偏离墓穴的现象 值得进一步研究 丰土周围有二十座外藏坑 两处建筑遗址 丰土西北有三百八十多座小型外藏坑 外围以卵石铺设施为界 南陵外藏坑出土了素衣陶涌 陶器 铁器 铜器 动物骨骼 以及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等 大量珍贵文物和标本 本次考古工作 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灵的传统认识 确定了霸灵的准确位置 基本探明了霸灵的刑制布局 弥补了西汉地灵研究的关键环节 霸灵的双重陵园 地灵居中象征官属机构的外藏坑 围绕地灵等布局 均为西汉地灵中最早出现 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 南陵外藏坑出土的草原风格的金银器 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 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轨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